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十二粒 這一支原本是上週要上的影片 那我們臨時更改變成這週上片 我們還是適合這樣的輕鬆步調啊 我們在上上個禮拜六辦了一個二嫂市集 有超多朋友前來 感謝大家 在這麼熱的天氣還願意排隊 雖然現在是變冷了 沒有我們那時候燒起來的時候那麼熱 好 所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整個市集的籌備過程 那先預告一下我們新租的一間老屋 之後的改造影片也會陸續的上片 可以再稍微期待一下 我們這次的市集就是辦在新租的老屋旁邊的空地 超級可愛 那其實這個空地一開始的樣子也是 蠻原始、蠻工業風的 它其實就是用鐵皮把整個空地圍著 那屋子的鋼筋也是外露的 就像是傳統老屋那樣子 那首先我們就先把鋼筋、鐵皮、前面的植物 拆除跟整理 那這邊也謝謝房東的協助 幫助我們處理蠻多複雜的事情 那第二步我們在空地的尾端 蓋上小木屋 感謝我們好朋友小亨利木工的幫忙 加上我們之前在台南市集 搭建了小木屋零件 重新組裝起來之後 還幫我們修散了很多細節 一路忙到晚上 把小木屋搭起來之後 然後還殺回台北 真的是非常強大的男人 那為了跟房子後面的植物相呼應 那為了跟房子後面的植物相呼應 我決定去買一些大型的植物來裝飾一下 去到我們熟悉的田尾 第一次買大型植物覺得興奮 因為是在一塊空地上面 它沒有天花板的限制 我覺得很可以試試看大型植物的擺放 這邊這個真的很漂亮 你要不要這個 兩千塊而已 兩年嗎 喔 是兩萬五 那我們這次選了新朋友小豆樹 超級可愛 還有我們很多的舊朋友們 芒果小姐根本不考慮 載不載得回去 還有花了多少錢 可以的可以的 寶貝們 可以開個冷氣嗎 他們熱了我也熱了 可以開個冷氣嗎 他們熱了我也熱了 兩位先生 你們也許聽過 一位叫李同豪 一個叫您來平不是經濟 阿成先生搬家具的畫面咧 不是啊我就在搬是要怎麼拍啊 讓我們快轉到隔天市集開始 感謝有人很瘋狂很辛苦的 在五點就來排隊 和頂著大太陽來玩的各位 那我們就來看一些可愛的當日紀錄吧 一次一次走 一隻走 一隻一隻走 一隻走 好 J PETER о 最后感谢我的两位小帮手 还有上职务的好伙伴盈盈 做小木屋的好朋友小亨利 还有一直协助我们的房东 谢谢最棒的陈老板 以及最棒的你们 还有我觉得自己也很棒 我们明年会再邀请更适合 更有质感的朋友们 让我们在空间有更多有趣的故事 不事故 事故就先别了吧 Cia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